皇上正在聚精会神地跟国舅赌博 赌博方式是斗蛆蛆 赌注是这位王美人 皇帝的蛆蛆败了 他怒气冲中斩了仰蛆蛆的人 耍赖说这一盘不算 要再来一盘 让太监宣大将军 一旁的大将军赶忙应答 可皇上叫的不是他 懒得搭理 名字叫大将军的蛆蛆端上来了 跟国舅的蛆蛆再斗 皇帝急得恨不得自己变成蛆蛆上去咬 可大将军不争气 腿都被咬掉了 皇上输掉了王美人 气急 让斩了大将军 意思是弄死这只蛆蛆 却把旁边的大将军给吓了个半死 太监福安劝圣上别生气 要保重龙体 皇帝命令他马上再找一只厉害的蛆蛆 明天跟国舅再战 迎回王美人 福安提议皇上巡游江南一趟 说蛆蛆名种和角色美人都处在那里 皇帝大喜 当即决定出巡 镇江知府钱维高接到圣旨 给皇上盖行宫 搜集古丸 找美女 把当地折腾得鸡飞狗跳 唯独没想到皇帝喜欢的是蛆蛆 皇上到了镇江以后 问钱知府的第一句话是 镇海的蛆蛆如何呀 钱维高一下子懵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太监觉得皇上太性急 就打了个圆场 把话题岔过去了 到了行宫 皇帝一眼就看到 博古架上的蛆蛆罐 夸钱知府很会办事 钱维高刚高兴了一秒钟 皇帝打开蛆蛆罐 一看是空的 马上斥责他太不会办事了 钱知府傻眼了 问福安怎么回事 福安敲了他一笔银子 才告诉他万岁爷喜欢的是蛆蛆 钱维高为难了 说现在的蛆蛆已经很少了 皇帝大怒 我想要就得有 命令全城百姓都去替他抓蛆蛆 弄来了不少蛆蛆 可皇上一看就火了 没有一个像样的 全是猎种 大骂钱维高 这个奴才无能 现他明天找好蛆蛆交来 还指定了蛆蛆品种 必须是青麻头 捉到青麻头就升官 捉不到就杀头 钱知府急忙重金悬赏全程抓蛆蛆 折腾了一晚上 还真抓了个青麻头 皇帝看到这只上好的两种蛆蛆 笑得跟屁花子似的手无足蹈 赶紧把青麻头装进象牙蛆蛆罐里 福安夸这只蛆蛆是他见过最好的 皇帝问 跟国舅的比喻怎么样 太监说用不了三个回合 就能把他的蛆蛆打趴下 皇帝大喜 下令飞马进京 招国舅到镇海斗蛆蛆 还提醒让他别忘了带上王美人 贤维高见皇帝高兴 就大了胆子提醒圣上封官的事 皇帝说当然要封了 当场封这只青麻头 为神威武状元 按照官吏 状元得循接 钱之府抱着蛆蛆 骑着马走在队伍前边 不巧遇到了疯子捣乱 惊了马 摔下来后青麻头跑了 皇帝气急败坏 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找回来 又是一番折腾 钱维高甚至连自己家的祖坟都跑了 终于把青麻头抓了回来 皇上开心 封钱维高为二品京官 钱之府趁机为夫人讨赏 也被封为二品告命夫人 俗话说乐极生悲 皇帝不小心手划了一下 青麻头又跑了 一群人丑态百出的在行宫里抓蛆蛆 折腾得人阳马翻 最后皇帝亲自出手 总算抓住了 可用力过猛 把蛆蛆给捏死了 他怒骂手下全是饭头 当场把钱维高两口子的二品全给免了 青麻头得而复失 圣上极其不爽 茶不思饭不响 福安过来劝他 区区是小 龙体是大 皇上不但不听劝 还命他马上再去找一只青麻头来 否则就要他的脑袋 福安仗着自己在皇帝面前得宠 再劝圣上保重龙体 皇帝则说 一定要打败国舅 赢回王美人 福安突然灵机一动 有了主意 福太太这里 见到了一个民间女子 长得是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更重要的是 还会抓蛆蛆 皇帝问 比王美人怎么样 太监说强百倍 还别有风韵 皇帝一听 来了兴致 决定微服死法 皇上换了一身 园外的衣服 福安带着他 到了吴小凤家附近 碰巧 小凤出来办事 被皇帝看见 当场被迷住 不顾一切地追了过去 一直追到小凤家门口 二人谎称 是买绣货的商人 假装看样品时 皇帝脱口而出 果然是娇小玲珑 别有风韵 然后死气白烈的 非要到姑娘家 说是要看更多的货 满意了 就全买下 到了小凤家 先看到的是 不少区区罐 可惜没有一只 是能看上眼的 他问小凤 有没有青麻头 愿出高价买 小凤一听 气不打一处来 痛骂皇上 为了曲曲折腾老百姓 正说着 疯子在外边喊 海盗来了 把皇帝吓得够呛 福安假称 回去拿银子 实际上是去官府 叫卫兵来 屋子里只剩下皇帝 和小凤 皇帝哪有心思看秀品 小凤见他言语轻挑 行为不端 就要走 他拿出玉玺 亮明了身份 想对小凤用墙 反而挨了一巴掌 小凤夺了玉玺 跑出去繁琐院子 跟乡亲们谋划好以后 再回来向他赔罪 皇帝见小凤乖巧 气也就消了 这时外边喊声大作 海盗来了 皇帝吓得魂飞魄散 乱了分寸 换了一身衣服 到后院爬墙往外逃 人太笨 爬不过去摔了下来 只好钻狗洞 下半身被卡在院子里 被乡亲们各种折磨 好不容易爬出去 又掉进了泥坑 皇帝刚跑出去不远 班头和牙医 把他当成疯子 痛打了一顿 打昏过去 扛到智夫那里邀功 智夫见到这个 害得他跌下马 差点丢了关的疯子 气球不打一处来 踹了几脚后 命令把他乱棍打死 这时候他才醒过来大叫 我是皇帝 他肺都快气炸了 下令斩扳头 杀智夫全家 再亲自去接 护驾有功的吴美人 到了以后才发现 吴晓凤一家 早已不知去向 haddi到 优优独播剧行